從畫面上可以看到一名男子倒在樹叢中疑似昏迷 在救護人員和警方的接呼下送上救護車 因為他剛剛拒絕攔檢,汽車跳橋因而受傷 示範在昨天晚上9點多 遠景在執行時行經台九線花園橋路段 發現一輛自小客車車身廠牌與號牌不符 十分可疑隨即攔查 沒想到駕駛拒檢加速逃逸 警方一路追了3公里 最後兩台行車包夾將該車攔停 眼界被警方包圍,這名男子竟然跳下20公尺高的花園橋 導致右腳骨折受傷 警方隨即將男子借護送醫 帶來聽端訪問 直接跳下約20公尺高的橋下逃逸 遠景健壯,立刻展開救援查氣 追氣及搜救人員到達橋下時 發現該名趴在地上,疑似大腿骨折 所有警方在男子包包內查獲安非他命、四顆子彈 以及一把上躺的手槍 全朝違反、槍拋彈藥、管制條例等罪嫌偵辦 系統 稍等 感谢观看